第四角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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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大家好我是Evan 最重要的名字叫馬振嬛 那我在這裡想過你一次的就是趙雲 趙雲這個角色 他 別人都會形容一個字 就是帥 那我覺得跟他最不一樣的點 就是趙雲 不管怎麼樣都好像是一個 完美的帥 的狀態 那我私底下 我像趙雲 就是很多時候是 我看一些化學很糗 會講一些東西又很乾 然後就是會讓人想要吐槽我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反差 他是永遠帥 永遠不管是開玩笑帥或者是在打戲的時候帥 我是 就是 常常私底下被他們求啊 被他們笑啊 之類的 那一開始都 有一個形容詞啊就是 You got Evan 就是我直接就是把他趙雲場 換掉 因為我講一個超不好笑的笑話 我一直覺得 我 我不相信我不是不好笑的人 只是我覺得我有梗 只是 就是 反正你問子鴻啊 有一小陣子他會說話 Evan你就是個梗王 我聽到那個超級小 You miss 100% of the shots you don't take 不要為一次的失敗 而放棄你對想要吐槽 分啊分啊 OK了 You miss 100% of the shots you don't take 不要因為一次的失敗 而放棄你 你想講笑話的熱情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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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記得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要泡溫泉 但那天就是 水是非常透明的 所以 哇 你也太舒服了吧 一切都看得到 然後我就覺得 第一次 呃 觀眾 或者我的粉絲 每次看到我的身材 我覺得一定要是一個超完美的 反正 我就是 呃 為了那場戲 給了自己很多的壓力 就是 身體更好 呃 我覺得我達到效果 因為我聽到最爽的一句就是 我脫掉衣服的時候 有人就說 我根本就是一個小呂布嘛 我就聽到就覺得 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劇組最壯的演員就是 呂布他超猛 然後我呢 當一個小呂布 我就覺得 那麼小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一定要看 《終極三國》 2017 才會知道 會知道 會知道 這世界很酷 這世界很酷 這世界很酷